其实起床还真是有讲究的,很多人以为起床就是眼睛一睁,一咕噜爬起来,哦,no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,起床起得不好,很可能引起麻烦嘛。 起床,不要急着,先活动一下身体,醒来在床上先不急着马上起身,而是要先伸下下肢体,让心跳慢慢加速,然后慢慢起身,老年人应该在床上先反复握拳,按摩劳工学,伸一伸脚尖,通过刺激四肢末梢,以促进血液循环。 此时如果立即起身,全身血流相对比较慢,可能导致大脑突然缺血缺氧,而出现头晕,眼花等症状,在冬季受寒冷刺激。 中老年人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,当然,也不主张赖床,因为早上人体阳气开始生发,该起不起会影响人体阳气的运行,所谓酒窝好气。 如果已经醒了,就不要老是在床上翻来覆去,赖床会导致尿液在体内长时间的滞留,于是尿液当中的有毒物质,就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。 另外,长时间的赖床,会减缓人体的血液循环,导致营养在体内不能很好的传送,于是肌肉和关节中代谢产生的物质也不能被排除体外。 如果经常赖床,就会打乱人体这种正常的生物中,赖床的人经常会不吃早餐,于是打乱了人体正常的生理规律。 对肠胃功能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,并且赖床还会影响人体的排泄功能,也容易造成便秘。 排便,每天养成的好习惯,晨起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,排便,排尿时也不能太急,而且越设计越要慢点拉,只是因为膀胱迅速排空,意又发低血压,引起大脑短暂性供血不足,导致排尿心移晕瘴,排尿时要紧牙,稍微抬起脚后跟,长期坚持对防止肾气外泄流好处。 起床后由于体位改变和运动,导致微肠蠕动功能增强而排便,这也是所谓的天门槛,地门槛,养成按时排便的习惯对人体微肠功能的正常发挥有重要的作用。 细数,为进食做准备,起床后排空毒素废物之后,就可以用冷热水交替起个脸,用来可促进头部血液循环,使人精神焕发,此时可以多按摩一下太阳血,银箱血等,可以减少皱纹的产生,对鼻炎也有一定的帮助。 树口可以清出口腔内的细菌,为后面浸食做准备。 饮水,饮人而已,起床后大家都会觉得口渴。 经过一晚的休息人体,的确需要补充一些水分,稀释一下血液粘稠度,而且饮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,为排便做准备。 一般以和温开水为宜,至于带盐水,茶叶水,蜂蜜水,生姜红桃水,柠檬水,植花枸杞茶,三气单身西洋身份茶等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。 但是专家不建议早上,一起床就喝牛奶,果汁,可乐,咖啡等饮品。 运动,不求刺激,起床后适当的运动,一方面可以促进阳气生饭,促进各个器官的功能起到延年易受的作用。 传统的养生保健操大家,都应该坚持做一下。 小时纸书头,愿木,魔腹,搓腰,明肩骨,叩齿,前拉耳朵,五芹系,八段锦等这些都是终于从养生角度提出的,而不是一定要去跑跑跳跳做很剧烈的运动。 早晨进行剧烈运动会刺激交干神经过度兴奋,同时打乱自主神经节律,让人一整天都紧张焦虑。 中老年人还容易出现心肌梗死,脑血管意外。 早餐,不能凑合,早餐要吃好,午餐要吃饱,晚餐要吃少。 早餐为一天的工作奠定营养基础,千万不能长期不吃早餐。 这样容易得胆结实,胃病,早餐最好选择蛋白质丰富的食物,比如鸡蛋,牛腩,结果,水果卖偏的。 但不要吃太多的粥,包子,面条,油条等,这些含有碳水化合物,血糖很容易就飙升了。 早餐丰富一点,稍微吃多点也无妨,因为一天的工作可以消耗掉,所以早餐一般是不会把人吃胖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